大家好 在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相机的跟随 然后鼠标滚轮收放视角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比较简单 主要是讲这个角色挂点的一个设置 在角色的头部 它的收集点 还有那个攻击点 还有脚底 三个地方给它设置挂点 这样的话在头部 我们的雪条放在头部就有个挂点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攻击点 我们释放特效 需要挂在我们的攻击点或者收集点 我们直接进入工程 因为没有特别需要演示的 我们直接进行操作 这个Profile下面 ResourceProfile下面 这个Characters 我们这个角色的这个模板 我们直接把这个模板 拖到我们屏幕中央 拖到屏幕中央之后 我们给它创建一个空的 空的object 然后叫它 point 挂点 挂点 然后再给它创建三个空的 分别是头部的 top point top 直接叫top吧 Ctrl D Ctrl D 中间的这个就叫 middle 下面的叫bottom 然后我们分别来调整这三个点的位置 头部的就往上拖 拖出这个歪轴 拖到它的头上去 然后中间的这个 我们来旋转一下这个角色的方位 往前拖 拖到它前面 然后再往上拖 拖到它中部 然后即使攻击点 也是它的一个设计点 然后bottom就在它脚下 好 然后这个我们的 5式的这个挂点设置就完了 然后我们再apply一下 把这个信息给储存起来 删掉我们同样的方式去 改我们这个ackle 这个弓箭手 也是一样的创建一模一样的名字 创建一个空的 top 中间的拖到前面 然后再挂到中间 把这个挂点 储存 我们这个enemy 也要做一样的设置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快捷方式 就是把我们刚才的这个 这个挂点 Ctrl D 复制一份出来 然后拖出去 给这个enemy 我们这时候要调整它的位置 它原位置应该在原点 好 现在位置就对了 也是把它储存起来 好 我们为什么要设置挂点 比如说我们这个头上挂的名字 挂的雪条 在我们普通的那些游戏中 对吧 我们就需要挂在它的头上 那么直接就把我们要 挂载的那个物体 挂在这个top下面 然后它再把位置设为0 它就挂在头上了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包括这些攻击点 收集点的一些特效 直接固定了位置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挂上去 好 我们本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